门门打开,第三场正式开跑 出闸慢闸的是两匹马 分别有太平洋梦以及能者 那现在在前面呢,先抢出来的是望琴 带出半个马身的优势啊 外侧的位置赶上来的是超勇战士 那内侧的位置则有飞轮腾达 守在第三 那在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大热门的大日子 再跟住内侧的位置有十一太宝 外侧的位置上来的是我的老板 在后面太平洋梦 内侧的位置有能者 在外蓝的位置的则是这个 应该是老板稳稳 也没有落后太远的 400座25.39啊 这个步速相当的慢的 那望琴呢,在前面呢,是带得非常轻松的 外侧的位置,超勇战士也没有给他施加太多的压力 但是大热门现在赶上来了 从外侧的位置啊,第三叠赶上来 去跟前面的两匹前领马斗在一起了 几乎是一字排开的 进入弯角阶段了 后面的马群呢,也在找位啊 里面的飞轮腾达有点受阻的 现在迅速的带去外面啊 那现在前面的三匹马 先出头的就是超勇战士 打下去是有反应的 不过大日子呢,现在是还是没有放弃的 大日子,顾维勒的坐骑 现在是有点腹背受敌啊 外侧的位置,飞轮腾达也加入战团了 这个大日子被夹在中间呢 眼看着就被马群淹没了 走势最好的就是潘夏朗都坐骑 飞轮腾达 在最后的200公尺啊,走势非常的雄浑 先到重点 两个多马位 那后面呢,这个关亚第二第三名呢 也是非常接近的 包括了超勇战士以及大日子 然后上来的马群呢 就有这个能者 旺琴 以及我的老板太平洋梦 还有老板文文跟十一太宝 非常正常的赛果 好,林立杰 这匹飞轮腾达 潘小朗 我们就说啦,你这个手风对吧 刚才那一场 做不到 这一场你就把握一下机会了 果然 给他做到了 其实一开始在展示圈 我们也感觉 要想打败大日子 也是他前面的嘛 不是他后面的 对啊,因为前面那两匹 是真的从 平分高的情况之下降下来的 当然旺琴一开始 在前面后面他就已经没力了啦 然后反正是这个飞轮腾达 从外来的位置冲上来 哇,这个数字很整齐了 2346 234655 哦,都是前面那 我刚才说前面的五六匹嘛 对,你如果你就照着这个 你看,顺着一 对,你就照着这个顺序去买就行了 四重彩的,五万七嘞 这个分起来也多一点钱呢 诶,最后大热门换呢 对,就算好